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萬象街頭的認識篇 那萬象街頭呢,我們從字面上就可以知道它是屬於可以做萬象的動作以及它是一個街頭型的零件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它是屬於一個連軸器 那關於連軸器呢,如果你有興趣的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介紹一些細部的部分 那關於連軸器呢,萬象街頭它是屬於其中一種 只是說它這個角度呢,會比較大 那這裡呢,我們就是來介紹幾種我們比較常見的萬象街頭來給大家認識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去認識跟了解它呢,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們先來認識一下什麼是萬象街頭 那萬象街頭呢,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通常最常看到的形式 像畫面上這樣,它是屬於良節式的 那一般呢,會有兩個類似一個套筒的部分 那套筒的前端呢,做成一個U字形的一個形狀 然後中間用一個連接塊來做兩個套筒的連結 中間有一個十字的部分 把他們的轉點的部分把它相連在一起 那這裡呢,我們直接來看一段動畫 可能會更清楚一點 所以這邊呢,預設給它一個角度 所以萬象街頭它的意思就是 當我有兩個軸,它不是在一個同軸線上的時候呢 它一樣可以做傳動 像這裡,類似一個45度角 但是呢,假設我輸入端是從下面這裡 我透過這個萬象街頭,一樣能夠傳達我們的動力 所以萬象街頭它主要的特色在於這邊 那這裡呢,先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等一下後面來介紹一些萬象街頭的形式以及種類囉 首先呢,我們先來介紹兩節式的萬象街頭 那這裡我們看到兩端呢,它是屬於圓孔型的 那圓孔型的話,我們就直接把我們需要連結的零件 還有像是新軸,給它穿過去做固定 那這部分呢,可能會比較少見到這類的 那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屬於劍槽型的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那劍槽型的話,一般呢,它都是與我們的心軸 以及劍呢,來做連結 所以我們在傳遞的時候,我們可以透過劍來做一個 動力的旋轉的傳遞 那這一部分呢,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可以到劍與劍槽的認識篇 這裡會教導說,我們如何使用心軸以及劍呢 來做一個動力的傳導 那這次我們最常見的是屬於這類的 或者是說,我們直接把圓孔呢 做一個指附螺絲的固定 這部分也是有的 那這部分呢,我們就看大家的選擇 來去做一些搭配的應用 以及說,有時候我們的萬象街頭呢 它是屬於有一個護套型的 因為這個部分你可能要防塵 或者是說,你怕這個地方會有危險 我們可能會用護套型的 把這個萬象街頭呢,給它包起來 那這一部分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兩節式的萬象街頭 它的一些形式以及運用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三節式的萬象街頭 那這一部分我們可能比較少見 那但是呢,它還是有它的用途 那關於這部分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是 我們是使用兩個兩節式的把它連接在一起 因此呢,它這邊的角度呢 會更大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裡走一走之間呢 會做兩個變化 所以我們在傳導的時候 也許你的兩個走呢 它是偏移的蠻嚴重的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讓它做動力的傳遞 我們就會用到三節式的這類的 萬象街頭 那這一部分呢,讓大家理解一下 原來它還是可以做一個連結型 而且呢,它是有三節 所以三節的話,它的變化以及角度呢 運用的地方就會更多 那這邊讓大家理解一下囉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關節型的萬象街頭 那這一部分它的功能 一樣跟萬象街頭是一樣的 那我們看到它前端連結的部分呢 有的是有劍槽 那一般是說是用劍槽會比較多 那我們看到這類的關節型 一般都是用在大動力的傳遞 像是汽車的一些曲軸連桿 或者是球龍等等的 我們就會看到類似這種的結構 所以它可以傳遞的動力呢 會比較大 所以相對的 我們所看到這類關節型的萬象街頭 它的零件呢,也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呢,它的製造方式可能會用別種方式 有可能是客製化的 那這部分讓大家理解一下 關節型它最主要呢,用在比較像大動力 像是汽車零件等等的這種動力傳遞 讓大家認識一下這部分喔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球接頭式的萬象街頭 那我們看到球接頭式的呢 它這邊的結構就會稍微不一樣 我們看到前端這個地方呢,是屬於一個球接頭 跟我們剛剛前面所介紹的 萬象街頭它的結構呢,是不太一樣的 它不是屬於兩個U字型的套筒 來做一個連接塊以及實質的一個連結 所以它直接呢,在這個地方是一個球接頭 所以球接頭它一樣可以做一個萬象的功能 然後這裡一樣它可以達到旋轉的一個功效 那這部分有一些像是 氣壓、油壓等等的這類的一些接頭呢 也會有類似這種結構 屬於球接頭型的 它也是屬於萬象街頭 或者是像是魚眼軸承 也是用類似的結構 那這裡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 像我們有一些接頭是有法類的 有開關法類的 其實它裡面也是一個球接頭 差別在於說 法類的它這邊的球接頭呢 它的機密度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需要做開關的動作 不能有氣體或液體有洩漏 那這部分是因為我們是萬象街頭的球接頭型 所以我們會發現這一部分呢 它的晃動會比較大 它的這個功差會比較大 以至於我們是要做一個萬象的傳遞 所以這部分的公差就會大一點 讓大家認識一下關於這一塊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 套筒工具型的萬象街頭 那首先我們介紹第一種是球接頭 那這部分跟我們剛剛介紹的 球接頭型的萬象街頭非常類似 差別在於說我們這個地方用的是套筒工具 所以套筒工具是屬於手工具裡面呢 一個組合式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看到 雖然它非常類似球接頭 但是我們看到前面呢 有一個插拼過去 這個用意在於說 因為我們的套筒工具呢 是用來鎖附螺絲類的 所以它這個地方一定會接一個扭力板式 或是工具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做一個旋轉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插一個PIN過去 它前端這邊才可以傳遞我們的扭力以及動力 達到我們鎖緊或放鬆工具 所以這部分呢的用意在於這裡 然後我們來介紹第二種 它是屬於萬象街頭的 所以它這邊的萬象街頭的結構呢 都是一樣的 差別在於說 它的頭端跟尾端呢 是變成方形的 然後頭端的地方呢 它會多一個鋼球 用意在於說 我們在固定我們的套筒工具的時候 它可以卡住 那這一部分呢 萬象街頭型的套筒工具的用意在於說 有時候我們在拆卸一些螺絲 它的角度呢是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可能需要用當萬象街頭這類的 街頭型 我們才能進去一些比較特殊的角度 來達到我們把螺絲拆開或是鎖緊的一個動作 主要的用意在於這邊 那這邊讓大家認識一下這兩種用途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萬象街頭的認識篇 那剛剛有介紹 萬象街頭呢 最主要呢 就是我們用在一個動力傳遞的時候 會類似連軸器的一個用途 那它跟連軸器的差異在於說呢 它這邊的偏擺的角度可以更大 因為它最大的特色在於說 它可以萬象嘛 所以這個部分呢 它的運用的地方呢 就不會像是連軸器那麼單純 只是要效一些小間隙 它可以傳遞的可以是一個角度偏差的一個 兩個軸向 所以這是它最大的特色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萬象街頭呢它有兩節式的 有三節式的 它有一些呢 它是有一些寶物套可以去做使用的 以及說有球街頭型的 然後還有套筒工具在使用的 那這一部分我們在手工具的 套筒工具是非常常看到這類的一個零件 主要的用逸在於說 有一些偏差的角度呢 我們需要用到萬象街頭的特性呢 我們才可以拆切一些螺絲 以達到說我們呢 要怎麼去作業的一個功效 那這一部分呢 另外還有一種比較大型的 它屬於關節型的 我們可能會在 汽車的傳遞的 一些動力源會看到 像是球龍啊 或是差速器等等的 甚至有一些呢 它是做成齒輪型的也是有的 那這一部分比較深入的就沒有探討到 那最主要來介紹給大家認識 萬象街頭它最主要用在一個 動力傳遞的時候 你可能是兩軸 是沒有在同一個直線上 甚至有一個大角度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運用萬象街頭這個特性呢 來達到動力的傳遞 以達到正確的一個傳遞方式 有可能我們的結構呢 可能是沒有辦法 有時候是空間 有時候是公差 做不到這麼精準 我們運用萬象街頭呢 我們就可以排除我們這方面的問題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掰掰 先見 fourth 還是 dass哪些網路 還是街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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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是 我們可以排除